特鲁多在竞选活动中公布一系列和房屋政策有关的政纲引起广泛争议 特鲁多承认加拿大住宅市场显得不稳定和不确定 疫情导致楼价飞涨买家净价投机猖獗及空置过多等现象 政府需要进行干预帮助国民置业 因此承诺推出多项措施限制外国人买房 其中包括禁止外国人购房两年以遏制海外资金炒房 加强对地产经济的规管并将空置税范围扩展至包括市区内 外国人拥有的控制土地 自由党计划对住宅物业征收返厂卖税 如果业主持有物业少于12个月将承受高昂的税项 特鲁多承诺将打击地产市场洗钱活动 增加价格透明度 让买家清楚知道房屋进气成交价位 要求银行给按机贷款者在失业期提供6个月宽限期 建议推出先租后买计划 不款10亿元在5年内为租住者打开通道 承诺将推出首制储蓄计划 让40岁以下国民为首次置业储蓄4万元 直到购房时提取储蓄款额及期间赚取的收益可免税 并会将首次置业者的免税额由5000元增至1万元 在增加住宅供应量方面 特鲁多承诺4年内拨款27亿元 提供140万个住宅 并为各市提供40亿资金 协助创设中产阶级居居屋计划 特鲁多上台以来 加拿大住宅价格上涨了69.7% 当被问及推出系列新措施 是否等同承认现行房屋政策没有收到预期成效 他回应指政府需要做得更多 有人认为根据加拿大宪法 物业及公民权利属于省政府管辖范围 沃泰华卡尔顿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波莫罗伊则认为 禁止外国人买房和增加税项等措施 对解决问题收效甚微 他认为就实际销售情况而言 推动楼价的不是外国人 而是本地买家 蒙特利尔银行资本市场策略分析师 李泽斯指 住房是场员问题 民众不要受网任何政党 能有在短期内解决问题的两侧 杜鲁多在竞选活动中 公布一系列的房屋政策 和有关政光引起广泛的争议 杜鲁多承认 加拿大住房现场显得不稳定和不确定 疫情导致楼价飞着 买家竞价 投机枪欠及空置过多的现象 政府需要进行关于帮助国民置业 因此承诺推出多项措施限制外国人买房 其中包括禁止外国人购买两年 以制止海外资金炒房 加强对地产经纪的规管 并将空置税的范围确展至包括市区内外 国人拥有的空置土地上 自由党计划对住宅物业征收反炒卖税 如果业主持有物业少于12个月 将会承受高昂的税项 杜鲁多承诺将打击房地产市场洗钱活动 增加价格透明度 令到买家清楚知道房屋近期的成交价位 要求银行被按揭贷款者 在失业期间提供6个月的宽限期 建议推出先租后买的计划 购款10亿元在5年内为居住者打开通道 承诺推出首次储蓄计划 令到40岁以下的国民为首次置业储蓄4万元 直至到购房时提取 储蓄款项及期间赚取的收益可免税 并会将首次置业的免税额度由5000元增加到1万元 在增加住房供应方面 杜鲁多承诺在4年内撥款27亿元 提供140万个住宅 并在国市提供40亿资金 却助创设中资产阶级的房屋计划 杜鲁多上台以来 加拿大住房价格上涨了69.7% 当被问及到推出系列新的措施 是不是等同于承认现行的房屋政策 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时 他回应指 政府需要做得更多 有人认为根据加拿大宪法 物业及公民的权利 属于省政府的管轻范围 阿塔华卡尔顿大学公共政策教授 波密罗依则认为 禁止外国人买房和增加税项等措施 对解决问题收效甚微 他认为就是实质销售情况而言 推动楼价的不是外国人 而是本地买家 本地行银行资本市场策略分析师 雷泽斯就指出 住房是长远的问题 民众不要奢望任何政党 能够在短期内解决问题的量测